歡迎回到吳董 譚大璇 董事長 昨天啊 韓國瑜說 他要學香港的青年住宅啊 政府要補助50% 結果馬上被香港的網友打臉 香港網友說哪裡來補助50% 你要高雄市政府要幫我補助嗎 對 那這個就是 韓國瑜又出了一個大的洋相 他老師怎麼老是在出洋相 香港的青年住宅 不是很熟悉 結果他的政府有補助嗎 他有補助但是沒有補助到是他 香港青年住宅應該是很嚴重的問題 是是是 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香港普遍的住房 一直是在全世界算是比較緊張的地區 很貴 香港住房是非常大的問題 那他怎麼突然間講這個幹什麼 他意思就是說 應該要做到像香港這樣子才是對的 他是說全國還是怎樣 他講的是全國是說他當了總統之後 當總統之後 是 那知道我們現在台灣的住房最大的問題 所謂青年住房問題 主要是在台北 主要在台北 在台北 我覺得新北都還 還有一點緊張 過了雙北以後 高雄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高雄房價很低 空屋率也很高 對 所以單價不高的城市 是 他的住房的緊張程度 就沒有那麼緊張 是 所以嚴格講台灣所謂的 要所謂的 不管是 青年住宅 或社會住宅 等等的政府的福利房 這個的概念 之所以有需求的地方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雙北 就是台北跟新北 我覺得相對性的新北 比台北可能要稍微好一點 台北是非常緊張 柯P有曾經答應要蓋多少數量 他之前說八年五萬戶 但是後來他承認這個跳票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對 他承認做不到 所以這個跟中央政府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 你在整個地方政府去執行 因為土地的取得 可能是中央政府可以幫忙 但是這裡面 這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韓國瑜到底有沒有搞懂 這整件事情 我相信他應該沒有搞懂 而且他現在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出洋相 出洋相到讓香港的網友 來打他的臉 因為我不認為高雄有這個需求 因為高雄我當然沒有深入去調查 但是以我過去在 台灣土地開發公司服務 我們是專門做 大面積的工業區的開發 包括中間會帶到一些 周邊的商業區跟住宅區 所以我開發的 台灣土地開發公司開發工業區 光台中一個地方超過1000公頃 非常大的一個面積開發 我就主導過 這個台中的機密科學園區的開發案 就是我個人主導 總共土地是200多 100多公頃 100多公頃 我們實際上的 土地銷售品數大概80萬坪 就是在台中領東路 領東公專協對面 有個台中機密科學園區 那個當時我在台開服務的時候 我主導的一個案子 然後一到我完成之後我離開 那現在邱福生董事長 繼續開發到第二期到第三期了 所以我們 但台中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可能對台灣的這個 這個青年人所遭遇到的困難跟問題 他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最早他在這個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提過北漂對不對 那北漂是什麼問題 其實北漂是長期都出現的狀況 什麼狀況 南部的年輕人到北部來工作 來台北賺錢 我要去台北打拼 這個是長久以來的事情 四五十年大概都會有這種狀況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為什麼會感動人的原因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確實高雄的失業率 高雄的就業機會是困難的 而且高雄的工資 是所得是偏低的 那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往北漂了 當時的背景是這樣發生的 我覺得問題是從這樣開始 但這個裡面 並沒有涉及到高雄沒有住宅問題 他突然間怎麼在這時候提出一個住宅問題 奇怪啊 他意思是要講他的青年政策 不過我們討論的重點是他出洋向 就是沒有知識 然後出洋向 然後很愛亂講 事情就是這樣 不是 韓國瑜他現在有神功護體你知道嗎 是 他草包已經是掛牌了 是 土包子也掛牌了 是 他在高雄所有的政見 除了他去幫忙賣水果以外 是 其他全部跳票 是 現在夜市場聲音也不好 是不好 是不好 所以現出原型 高雄最嚴重的問題是說 現在陷入財政危機 因為這是陳菊統一個樓子 要他來收拾善後 也是因為他有陳菊這個施政的不良 出一個疲漏 然後造成老百姓離心離德 民心開始施變 對 轉向的投票給韓國瑜 當時是這個背景 對 所以他對高雄他 要面對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說 這個財政危機 財政危機 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高雄的都市的轉型 跟產業的轉型問題 這都是一個歷史性的大型的工程 是 是一個整個都市要更新 不是住宅更新 過的都市要變一下 要創造一個新都市一個 一個Urban Design的概念 就是一個都市設計的一個概念 要去設計 重新改造高雄 設計一個新的高雄這個城市 去適合工作 適合生養等等的一切 那他現在突然間跑個香港出來幹什麼 奇怪呢高雄跟香港沒有淵源 而且香港是一個負面的案例 香港到目前為止他的房地產 還是被財團控制啊 是 香港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就是地產商 跟政府合作 購買了政府的土地 然後來剝削這些年輕的上班族啊 是 香港這作為案例 這顯示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土豹的問題 這是概念的問題 是 他連那個基本知識都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提到這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他到底他已經幹了五個月的高雄市市長 他對高雄市的 如果有點了解的話 就是像我剛剛那個思維才對的 他要去改造高雄市 他要創新高雄市 把香港政府的作為 作為他要去模仿的對象 或學習的對象 那其實很荒謬的一個事情嘛 是 因為這是錯誤的案例 對 不管香港政府補貼多少錢 是 香港的青年住宅政策 基本上現在為止 我沒有聽過任何全世界 或是學界 或是國家或政府或聯合國 有給過香港政府有過任何的肯定啊 是 所以我說這個人頭腦有問題啊 他是一個頭腦有問題的人 是 那你看董事長 像他們剛結束的 市議會的總質詢 剛結束 那看全場 都是這個 市長在這個議長的撐腰之下 跟議員對罵 欸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市長 不斷的質疑議員說 你們來質詢我 就是要剪 剪片來侮辱我 來 污衊我 然後 大聲的跟議員對罵 大聲的挑戰議員的 雙重標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跟李喬如的對話 他說為什麼你這些東西 你不會拿去質詢 陳菊呢 為什麼你在前朝的時候不來質詢 現在要來質詢我呢 這個三千億不是我造成的 這是陳菊造成的 你應該要去罵他 講得好像他不是高雄市長一樣 為什麼 六月一號成功了嘛 是 開到四十萬人的鼓勵嘛 是 血脈噴張你知道嗎 是 那個整個 那一根血衝到老金的 衝到那個 衝到老門了嘛 是 頭開始昏了嘛 是 頭開始變成三倍大 四倍大 五倍大 他現在突然間變成上帝人 你知道嗎 是 他看到你一個小議員 把你罵假的嘛 他不是被議長撐腰 你搞錯啦 是群眾撐腰 群眾撐腰 他在台北的群眾場 得到了極大的鼓舞 是 跟力量 是 他回來 李喬如夠衰 是 被他扒下去了嘛 是 那李喬如不知道這個事情嘛 是 那他也是故意再扒他一下 然後呢 跟創造跟民進黨的衝突 是 衝突的情況之下呢 對啊 黨內的部分呢 的民調 他會有提升的功能 嗯 他最近所有的作為 從台北市的造勢活動 到跟李喬如的吵架 是 這個幾天 你看他過兩天 他會繼續吵架 是 我跟你保證 下面他就罵蔡英文 他就會罵中央政府 是 他會罵很多人 吵架的目的 就是提高民調 因為他的民調現在在下滑 他要救他的民調 讓民調能夠提升 是 所以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可是董事長 你說他要救民調 他的所作所為也很奇怪啊 您知道他在這個週末 就是在這個禮拜六 他要到花蓮去造勢 那花蓮我們知道在端午節 其實是 非常難買票的一個地方 那花蓮的人想要回家 跟爸爸媽媽過一個端午節 那票還要被 韓粉搶光光 然後我要回家 圖個清淨 還要是你們上 上街造勢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他真的想要 有一個好的民調的話 因為國民黨也是全民調 那為什麼他要做這些擾民的事情 擾民的動作呢 那花蓮不一樣啊 花蓮他們這些人 他們是一個 他們是一個集團 你知道吧 他主要是跟傅坤奇嘛 你看他傅坤奇就是剛剛坐牢出來嘛 那想要在花蓮取得勝利 那傅坤奇 所以我 傅坤奇是一個很有算計頭腦的人 傅坤奇的頭腦 智慧遠比韓國瑜高 他們這個計畫就是由韓國瑜來選總統 傅坤奇來選立法院院長 他有一個鋪牌嘛 那所以他才不管你什麼年輕人 沒有什麼買不到火車票 他跟他什麼關係啊 跟他一點關係就沒有 與他何干 他跑到花蓮去就是去幫傅坤奇助選 花蓮幾個鳥人啊 花蓮有什麼好造勢的嘛 花蓮什麼 花蓮山上一大堆 山上打野豬比較快 趙氏的鬼頭啊 胡說八道嘛 你有看過有全台灣 有哪一個候選人 去做為了自己的重要的初選或大選 把花蓮當作主要戰場嗎 沒有 從沒有發生過嘛 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兄弟兄弟嘛 那個趙氏是假的 是 要 趙氏之民 要來幫助傅坤奇的立委選舉 他要來讓立法委員 可以能夠當作立法院長 就搞這個名堂 那至於說造成民眾的不便 他根本不知道 因為傅坤奇比他有頭勞 傅坤奇比他會算計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情況 在這一局裡面 傅坤奇幫他做了很多安排 台北這邊去跟妙天師傅 拗到了這些的 六月一號的場地 支援 就是傅坤奇去拗的啊 所以傅坤奇拗他一場 給他做一場大場 他很爽 他就回饋他到花年一場而已 花年沒有意義的事情 六月一號這一場啊 那個 那個妙天師傅真的是 出錢出力 借場地 結果連一個人上台講半句話都沒有 沒有就是被騙了嘛 是 那整個事情被騙了嘛 那被騙了 這些人本身就是騙子啊 傅坤奇也是 他為什麼做的啊 就是違反證交法 那也是騙人嘛 那他不是一個 他也是騙人啊 可是你不要小看韓國瑜 韓國瑜這個人呢 他會用這種 民粹的方式解決問題 他還是有他的這個 民粹的power 他在搞民粹這一塊 其實是非常成功的 董事長 但是做事情是沒有頭腦的 那另外一回事 董事長你可以進一步講一下 像他如果這次去花蓮造成名 民怨的話 他怎麼用民粹解決問題 他不會有民怨啊 那為什麼有民怨的啊 他有鏡頭就好了啊 他有同溫層嘛 是 他這些台北來的人 再坐著車子再去花蓮啊 是 這整個這一群人就跟那個 直銷公司一樣啊 是 他不是講的啊 老鼠偷拖鞋 對 那個老鼠拖鞋 拖鞋一隻隻拖鞋跟著老鼠走嘛 這次不是有六百多輛 六百五十輛 六百五十輛嘛 三商造勢的時候 一輛都沒有 擠不進去嘛 是 這此一時彼此也啊 熱情不在啊 沒有那麼回事 只剩下同溫層了 好 我們來等著看 六月八號韓國瑜的這場造勢 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questions 綁削 字幕詐欺 mesmo itan 200 obedient czasie 手